底下的焦的蠻漂亮的 你們聽到脆脆的聲音 煎得焦焦的地方很脆 好香喔 剝皮辣椒的 它裡面的辣椒其實就剁得碎碎的 所以每一口就可以吃到剝皮辣椒的香味 今天的最後面有大家期待的抽獎時間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並且要開啟CC字幕喔 這是開箱 今天我們要來試吃美食給大家看看 那我們今天要來試的東西非常的特別 它是一個生煎包 可是是素食的 我們今天要來試的是素食系列 所以現在在我們面前 大家看到的就是這個 植好日全植物肉的生煎包 其實植物肉在近幾年 我覺得蠻廣泛的被用在很多很多的領域 比如說有沒有看到那個像八方雲集 他們的鍋貼也都有出植物肉的版本 原本都是肉的料理或是小吃 他會開始嘗試用這個植物肉去把它加進去 等於是吃素的人 也可以吃到像這樣子好吃的東西 這個植好日這個生煎包 其實是由一對Youtuber 就是艾菲跟老魚 他們因為是吃素 可是又很想念那種上海生煎包的味道 所以他們就去開發了那種讓素食者也可以吃的 好吃的生煎包這樣 我覺得還蠻好的 因為像以前有些人會說 欸你們吃素的 為什麼要去吃那種素肉或什麼之類的 表示你們還是想吃肉 可是我不覺得 因為像我自己 我覺得素肉是一個很好吃的東西 就不是說我為了要吃肉飯 會覺得說比如說素火腿啊什麼 但是我真的是很喜歡 就是我是抱著真的是覺得好吃的心情去吃 而不是說想要代替肉 對於素食者來說其實有這樣子的不一樣的選擇去搭配 因為其實如果說你不能吃肉的話 可能有一半的東西就是完全不能碰 新的植物肉的這些商品產生的話 就又多了一些的可能性 比較不容易吃膩 然後也比較多元的補充各式各樣的食材營養 或什麼之類我覺得還蠻好的 那我們今天得到的就是有原味的生煎包 跟這個剝皮辣椒的生煎包 剝皮辣椒的生煎包 它是屬於五辛素 其實素食有分很多種 有些人它是什麼蛋奶素 有的人是全素 那五辛素就是像那種 那是蔥薑蒜吧 五辛的東西它是可以吃的 如果你是吃全素的人 那這個剝皮辣椒你是不能吃的 你就是吃原味生煎包 那我們兩個都會來試給大家看看 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大小其實長得蠻可愛的 而且我覺得它做得蠻漂亮的 你看它這邊就有那個精緻的包子的那種折痕 它其實在調理上也非常的簡單 你就是直接把它拿到平底鍋上面去煎 就加一點油 然後煎 然後再加點水 算是這樣蒸一下吧 大概不到十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拿出來吃了 那你可以再搭配一些什麼芝麻 或者是你自己想要找一些配菜或什麼的去搭配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直接到廚房去來煎一下 現在呢要來做這個生煎包 它的方式很簡單 其實就是先倒油到平底鍋裡面 就把生煎包放進去 然後再加適量的水 醃到你的這個生煎包三分之一的高度 那我們再把鍋蓋蓋起來 放九分鐘 就等到那個水分差不多都被弄到乾了以後 就可以拿起來了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來做 我們就先各放兩個好了 它本身就有油油的耶 再來是辣味的 剝皮辣椒 其實我最喜歡剝皮辣椒 看起來滿剛好的四個 然後呢 這時候我們再加水 這樣有三分之一嗎 有了很多了 我覺得好像滿多水的 真的在 去把它這樣子加熱九分鐘 好奇妙喔 從來沒有這樣子做過東西 我們就來看看它到底會變成什麼樣 欸靠北 結果我們好像加太多水了 它現在變成很像爸好玩耶 我們覺得 我必須告訴大家說 不要說是看三分之一的高度 你應該自己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斷 因為我們剛剛在加的時候 就一直覺得說三分之一好像太多 因為水真的是煮到 有種在煮湯的感覺 對已經在煮湯了 所以我們呢 應該我們會再嘗試一次 然後水加真的比較少一點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來嘗試第二次 就是水加少一點 看能不能讓它比較漂亮 那我們就 為了以防萬一 我們就再放兩個就好 一個辣的一個不辣的 好我覺得這樣可以 我們先這樣齁 那我們再來等九分鐘吧 好那經過了我們一段時間的製作以後 我們已經做好 並且在上面灑上了這個芝麻 然後旁邊加上一些蔥花來做裝飾 那我們就要來吃 其實我們剛剛這樣嘗試 就是發現說它其實底下的膠的蠻漂亮的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它有一點點扁 這個就是我們比較難控制 就我覺得 如果你們希望它可以弄得很飽滿很漂亮的話 就是可能隨時要在旁邊顧一下 我們第一次煎生煎包 那至少底部很漂亮 我們來吃吃看好不好吃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來嘗試這個原味 你們聽到脆脆的聲音 好吃喔 就是素食的神煎煎包 可是因為我個人蠻喜歡吃素肉類型的東西 口感也蠻好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皮厚薄度其實也蠻剛好的 不會太厚可是也不會太薄 因為太薄的話就太容易破掉 它的皮跟它的料的比例我覺得抓得還不錯 然後底下煎的焦焦的地方很脆 就很好吃 而且它上面再撒上一些芝麻又變得比較香 我覺得它那個皮其實蠻有彈性的 嗯 就好吃的皮 如果是你比較沒有吃過植物肉或素肉的人 可能會以為是肉 那像我是愛吃素肉的人 就覺得也是好吃的 然後我覺得它還有一個好處是 它的熱量會比一般的生煎包來的低 而且它裡面又富含一些膳食纖維 或者是一些營養成分 其實都不會比葷食的生煎包來的差 反而會有多一些就是你多攝取到的東西 然後熱量又比較低 所以這個是它的一個優點 然後再來呢 就要來嘗試我非常期待的就是 剝皮辣椒的口味 它是植物五辛素 我自己很喜歡剝皮辣椒 喜歡到我還有買就一罐放在家裡面 譬如說炒飯的時候啊 或是做蛋餅的時候我都會加一點點 有些做那種剝皮辣椒水餃 是不是就很好吃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非常成立的一個味道 好香喔 剝皮辣椒的 因為我個人比較愛好重口味 所以我覺得剝皮辣椒的更好吃 而且吃起來又更像肉了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口味變重 它裡面的辣椒其實就剁得碎碎的 所以每一口就可以吃到剝皮辣椒的香味 你知道生煎包這種東西 真的非常適合拿來當那種 有點點餓的時候的小點心 就是它可以讓你飽 可是其實又沒有真的吃到很多東西 就可以幫助你控制 比如說有些人他可能是要少量多餐什麼的 就很適合做這個 像我現在連吃兩個 我覺得我已經差不多了你知道嗎 已經會飽了 剝皮辣椒的真的很棒 也不是說原味的不棒 我就是喜歡加一些有的沒有的那種人 我覺得兩種都可以買回家做做看 你就看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之後再跟他們訂 算滿輕易的去完成 只是你完成的賣相好看還是不好看而已 我覺得OK啦 大家都可以嘗試 其實做法很簡單 如果你是怕辣的人 那一定就是會辣 那對我來說就是說它有辣 我覺得可是它是比較香辣 但不會到真的辣到好像一定要馬上喝水或是什麼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來介紹這個 直好日植物肉生煎包 總體來說呢它真的是一個 算是容易準備的一個料理啦 不管你是吃素還是沒有吃素的人 我覺得都很值得你來嘗試看看 因為它真的是好吃 然後也算是營養又健康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關於這個 直好日植物肉生煎包的資訊的話 我們會把它的頁面放在影片底下 大家可以自己再去找來看看 最後呢就是我們的抽獎時間 我們今天要送出的是兩組植物肉生煎包 那每一組呢都有原味跟薄皮辣椒各一盒 等於就是說每一位得獎者 他可以各得到一盒這個不同的口味 那有兩位幸運的觀眾 可以來得到這個組合 所以只要你完成一下兩個步驟 第一次訂閱我們的頻道 第二次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折折開箱 那你就有機會可以來得到這個 直好日植物肉生煎包的組合 讓你回家吃吃看啦 大家趕快踴躍的來留言 那你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有沒有吃過植物肉呢 或者是你有吃過什麼樣的植物肉料理 那你吃過的感想是什麼 也可以跟我們大家來分享看看 請大家趕快來留言 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下次再見 掰掰 折折開箱開粉專囉 現在呢大家趕快點擊影片下方的連結 進入我們的粉專按讚追蹤 我們會不定期的有新的圖文開箱 並且裡面都會有大家最期待的正獎活動 所以大家趕快追蹤起來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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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